吃哪些東西要注意 因為恐怖病原就是它 生蛋 半熟蛋 喝生乳 都是生蛋 晚公冰 這邊是海鮮 自物湯 河豚 河豚有劇毒對不對 是 剛剛我看誰眼睛一亮 就知道誰是老饕 河豚肉質很鮮 鮮美 乾點 對 我吃過啊 其實台灣那畫面也有很多 河豚可以吃 他們是沒有毒的 但有些河豚是有劇毒的 對 你們也都吃過啊 吃過啊 可以放我走 讓我去吃一下 就為了河豚嗎 河豚 河豚這包包好神 你選河豚 搞不然你們都吃過 恭喜死我了 河豚肉很鮮美 對 在日本 日本很喜歡吃河豚 那日本其實有所謂的料理達人 對 河豚的料理 師傅他有特殊的症兆 為什麼又河豚內臟有劇毒 可是日本每一年 因為 就是每天大概只要這十個人 為了美食 對 那在台灣其實 可能很多人講說 什麼河豚有些可以自己辨識 有些有毒 也許沒有毒 去年台灣就有一個個案 就是有一個人在 不知道什麼水域就 意外捕捉 捕獲了一隻河豚 河豚這個人間美味 怎麼辦 而且很貴耶 他家裡的父親年脈七十幾歲 最近身體不好 他回去怎麼樣 他回去料理 他也知道這個河豚的內臟 是有毒的 所以他把河豚剖開 把內臟清洗乾淨 把河豚 對 爸爸吃 對 爸爸 因為保鮮精壞 對 好壞喔 真的很壞喔 他跟你說爸爸七十幾歲 而且最近生病都 弄出來了 他就把 沒力量 要揶好了 把河豚肉 這個去煮了一鍋 河豚的湯 魚湯 孝敬父親 是 不要懷疑他 他自己也吃 他自己也吃 就吃完之後 他的父親大概就過了沒多久 就開始覺得有一點 真的等你 呼吸會困難 呼吸困難 然後被送到醫院的時候 開始很快的 連肢體就開始慢慢... 麻痺就不能動 發病好快 對 因為河豚毒是一種神經毒 神經毒 所以到醫院之後怎麼樣 所以醫師姐看了之後 一問有吃河豚 所以就立即插管急救 那插管急救的時候 暫時就穩住了 結果他爸爸被送往 加護病房的時候 這個孝敬爸爸的兒子 跟爸爸同樣的症狀 開始發病了 對 所以父子兩個人 就一起被送到加護病房 還好一段時間之後有恢復 所以這個在國內也有 這個河豚中毒的案例 所以如果你不是達人 千萬不要嘗試去料理河豚 對 他們那個父子兩個人 都插著管子不能講話 互看一眼那個 那個眼神透露到什麼訊息 對 真是的 我很喜歡去日本旅遊 但是我到木舅 從來不敢嘗試吃河豚肉 很厲害 對啊 你可以自己幫自己急救 你自己插管就好了 你超沒力量的 我超沒力量的 不行啦 那自己在他打 肌肉充實器他就沒力了 不然你先加一吃一起去嘛 反正你先吃吃完沒事 如果有事的話他會幫你急救 好 先吃完如果他有事 然後你幫他急救 介紹這個晚工病 這個夏天大家都很愛吃 晚工病 其實這個很容易 除此大家都知道嘛 其實這個 為什麼一經驗很深刻 因為這時候在我住院醫師 第二年發生的時間 那個小朋友才七歲 他臉掛在我們醫院的基本上 他跟他爸爸媽媽暑假 被帶去東南亞的國家 最後一天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吃了 混同去吃了那一家的晚工病 很熱 吃完之後 隔沒幾個小時 爸爸媽媽就有一點 噁心嘔吐 然後也有一點拉肚子 小孩子也有 不過大家都認為噁心嘔吐都 其實還好啦 他也知道說 可能昨天的冰不乾淨 對 但是一般你也不會怎樣 一樣上飛機 沒發燒嘛 所以一樣上飛機 回國 爸爸媽媽沒有兩天 就通通都一點症狀都沒有 小孩子還有一點點噁肚 還是有在拉肚子 然後那時候他媽媽 我記得他媽媽跟我說 他說第三天的時候 他就覺得小朋友的精神 整個就很大便 他爸就說 不然你今天早上 給他多喝一點點的那些 多補一點水分 如果真的不行 你中午打給我 我來把他帶 我就回家 去把他帶去吃 就十點多 他媽媽就受不了了 小朋友 那個大便 一直會有血 你有沒有 血一直出來 好嚴重 就緊急 他就自己坐著計程車 帶他兒子去急診室 然後去把他爸扣過來 就到我們一個計程車的時候 我們摸那個肚子 就像附魔眼的樣子 我們就緊急開到進去了 然後最後他是 其實我們大人得到 沙門士菌感染 其實大部分拉個兩天 就沒事了 那個小孩子就倒楣 而且他如果其實 前幾天精神不計的時候 帶來給我們 帶來看 可能也不會有這個腸子 在破掉的情況 你知道嗎 七歲的小朋友開完刀 他現在給我們裝個人工肝門 好可憐 沒辦法 他肚子就很髒 誰可以幫他接 不過還好 當然上個月 這次接回去了 只是說那我真的是 一輩子的陰影 出個國回來 一個食物中途 竟然把腸子弄破 然後裝個人工肝門 很慘 刺個冰而已 刺個冰而已 這個好姐妹 她才帶小朋友 去日本迪士尼玩 這麼乾淨的國家 然後他那天就覺得 好像眼睛有近東西 他就去迪士尼的廁所 然後就用水這樣 撥了一下眼睛 他回來整個就是那個 沙門 視感軍 弄到眼睛 對 然後整個眼睛爛掉 對 日本喔 然後我就說怎麼可能 他說他確定是 就是那一次 就是在迪士尼那個洗手間 他就是這樣潑眼睛 從那天晚上 他就一直癢 到回來整個眼睛就爛掉了 然後我自己是差點 就是死在日本的荒島上 真的 就是我那時候 剛生完小孩 然後小孩還嗷嗷待哺的時候 我就去出了一個外景 然後那個外景是在 沖繩島附近的一個小島 一個很荒芙的島嶼 叫竹腹島 全島只有六百人 然後沒有診所 沒有醫生 反正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五星級飯店 坐落在那邊 所以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是二十幾度 去潛水 拍潛水 然後水很冰 其實我是有氣喘體質的 我五年沒有發病 我就自以為我好了 痊癒了 對 對 我就自以為我痊癒 然後就沒有帶那個 支氣管擴張機 我就出國了 結果那天就開始潛水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喘 但是還可以 還扛得住 結果潛水完 因為我對甲殼類又過敏 然後我們又開始吃海鮮大餐 又是那種螃蟹 蝦子 然後我一般不敢吃 但是因為要拍攝 所以我就硬吃下去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那個氣管 一直這樣塞起來 那個好恐怖喔 最後一根稻草就是 還要配一杯白酒 就是我吃完海鮮大餐 我就這樣喝了 就是美好的一個結尾 就完全 呼不到空氣 然後就開始停機 然後大家就開始找藥 就那時候一直哭 我哭得不是我要死 是我小孩還這麼小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沒救了 結果他們說 最早的一班船 是早上六點 你可以開到沖繩島去救醫 我說我沒有辦法撐到六點 那時候才12點還1點的時候 我說我真的快要窒息了 然後有一個抽菸的攝影大哥 他就從他的口袋 吸兩根原子 對 周圓越來越好 最後一根了 沒有啦 然後 他就拿給我 他就說 這是我平常顧費的 不然你試試看 然後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一罐是什麼 反正就是中藥粉就對了 我真的這麼閃換 我全部乾杯 因為我就是死馬當火一樣 然後那個資訊款 就真的慢慢慢慢張開了 不是 我才 就是這樣 就是回過神來 不然我就是完全 你知道 不知道怎麼度過那一晚 所以你知道我們自作人 下什麼結論嗎 他說 對 我真的有小孩了啦 就危險了 真的 沒有 後來我就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結果我們就 超長的媽媽 可是那個真的很危險的事 很危險 就生死一瞬間耶 對啊 我們有一些病人去了東南亞 他那一次來就診 是因為他開始講 其他悲慘的故事 就是說 因為也是又去東南亞的國家 那東南亞國家很多地方 海鮮非常非常的便宜 跟台灣比 尤其是龍蝦 真的很便宜 結果大家就吃 他一吃下去 他就覺得味道很怪 就覺得不是那麼新鮮 就覺得 因為可能擺在那邊天氣熱 他又擺了一排 有些可能底下冰沒冰到 就味道很奇怪 可是他還是硬把它吃下去 所以他就覺得不能浪費 結果吃下去之後 他就開始 隔天早上起來 一直拉... 拉到他懷疑人生 他總共回到台灣 拉了七天 就是每天平均拉大概七到十次 幾乎都後來他的旅程 記憶這個國家的回憶 都是在 因為他都一直在廁所而已 那所以拉到回來的時候 他都開始有一些脫水的症狀 體重已經變輕了 大概少了四公斤 可是一開始少了四公斤 他不以為一 因為他大概一百公斤 少了四公斤根本沒什麼 所以他就覺得差一點點而已 結果他後來真的來就診 原因是因為他覺得開始 精神好像不是那麼的好 然後就覺得有點疲倦 然後覺得一直噁心反胃 一直在持續 而且拉到他真的動沒條了 所以他最後才跑來就診 那一般來講 這種脫水的現象 體重很明顯 快速的減少 我們一定會抽血做一些檢驗 那結果一檢驗 直接發現出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 他這樣一直拉肚子 脫了很多水之後 體重變輕 那血液的濃度變得非常高 濃度正常兩百八到三百 他濃度變成三百四十 幾乎多了十幾個人的濃度 那我們知道濃度高 其實是一直脫水就會 那還有一個原因是 血糖太高了 所以馬上抽血糖 血糖正常只有一百 它是五百 就正常的直接是五倍 高滲透壓 高血糖微向 就是比較嚴重的 類似銅酸中毒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 你後來趕快幫他 一手打胰島素 一手另外掉點滴補水 然後就住院住了好幾天 可是這次嚴重感染 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事後就做了一些血液的培養 他這個感染的部分 所以是當初吃了懷疑那些東西 可能是有大腸感菌 所以嚴重的感染 造成他一直拉肚子 所以脫水造成這個血糖問題 更嚴重 然後嚴重感染 又直接影響到胰腸 所以變成是他這一輩子 幾乎 會一直糖尿病 一直需要使用藥物 就為了那一個炙燒龍蝦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熟的 禁的不要吃 尤其出國在外 我們的疾管署 一直都有在建議大家 沒有煮熟的不要吃 沒有煮肺的不要吃 不能剝皮的不要吃 這幾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有些東西 他們真的還不一定知道 他其實不熟 對 因為他剛剛講不熟 大家以為是不熟悉的店家 不是 是沒有熟悉的 好 為什麼呢 我說 因為我印象比較深刻 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沒有 有一個社會新聞 你知道嗎 有一天就是中正大學 傳出有一個研究生 在他的寢室 被他的同學發現他暴斃 就是一個年紀輕輕的研究生 突然間就暴斃在他們的宿舍 後來他的朋友就說 他好像他過世前的三天前 他曾經說 然後他有些拉肚子 還有嘔吐的情況 可是大家都想 年輕立狀 拉肚子嘔吐 應該跟他這次故事沒有關係 可是一看就沒有明顯 外傷有沒有什麼情況 所以檢察官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一調查就發現一件事 他去了當地 很知名的一家早餐店 然後很巧的是當地 當天分別有兩家大型醫院 那個地方有兩家大型醫院 都陸續接獲了 在那一家早餐店 吃過早餐之後 有腹瀉 發燒 嘔吐 然後就醫的人 有一家收了十五個 有一家收了四個 然後我們想說 那個人也在那天吃了 那有沒有可能是 同一件事情 只是這個人比較衰 於是就去調就發現 當天這幾個就醫的人發現 他們的糞便檢體 都檢出了肛骸內資菌 殺人士菌 可是同學們就說不對 這個同學 除了死掉的這個人之外 其他同學當天 也有跟他一起去吃早餐 其他同學沒事情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跟他不同桌的人 反而有事 跟他同桌的 只有他一個人死掉了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去採訪了食安專家 他們認為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 原因是你點了什麼東西 他們就覺得說 有可能是一樣東西 叫做 他們說法式吐司 你都覺得它是熟的 可是事實上 如果你了解法式吐司 製造的過程 它必須沾一些生蛋汁 對 然後去外面煎焦焦的 然後裡面讓它吸滿蛋液 可是那蛋液 不一定有熟 可是問題是 你跟他同桌 你可能也沒吃那個東西 你怎麼會有事呢 誰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太難了吧 發生什麼事真的 裡面有些事 或者是你看你們吃提拉米蘇好了 提拉米蘇也是一個 沒有熟的東西 對 提拉米蘇裡面 也是有生的蛋 而且它沒有熟 對 所以你要清楚這些東西 其實不熟的情況下 有可能還是有致命的危機 一個年輕的顏色 突然間就暴斃了 這也太少見了 沙門四驅 然後面對一個二十幾歲的人 會死 他想說只是拉肚子而已 沒有什麼嚴重的 這真的是 對不對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大概是十八歲左右 那她當時掛急診的時候 就急診科醫師看 就是說她 然後做了電腦斷層以後 就發現說 她那個 那那個影像就比較像是 那個巧克力囊種 十公分 十公分 對 那裡面還 肚子裡面還有一些附水 那所以他們當時就說 認為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瘤破掉了 所以就趕快找 婦產科醫師來看這樣 那我們當時也判斷說 她這個是類似巧克力囊種 可是通常十八歲 很少到這麼大的一個瘤 那所以做完手術以後 我們就在問她的這個病史方面 就這樣 說你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都沒有 到最後問到的就是說 她每個月媽媽 媽媽煮的總是應該放心嘛 媽媽每個月都會 燉舒服湯給她喝 那喝了以後呢 那你就說 我們在問媽媽媽說 電視廣告不是說 每個月什麼都要吃這些嗎 而且她現在正在發育啊 希望她停停育力 越長越好這樣子 可是 結果忽略了她有 子宮內膜異味症的這個體質 那補到的反倒是 身體不該補的部分 把那個瘤 越補越大了 對 所以不是說不熟悉的 熟悉的也是要想 人家是養胎不養肉 對 或是養巧克力哪一種都不養肉 對啊 十公分耶 剛才是病蟲口入 對 我們接下來講是 病蟲玩樂的地方進來 玩樂這個樂極生悲 因為放鬆不注意 導致恐怖疾病的產生 有沒有發生這些狀況 左手邊這邊有野外生存遊戲 這個聽起來就很危險 遊樂場看似安全 卻是隱藏危機 公用的洗手 這邊是爬山 爬山很健康啊 海邊玩水 夏天最喜歡 公園美 她一定要去的啊 對不對 不過講到這個小朋友 玩的地方 第一個真的就是遊樂場 對 遊樂場 很多小朋友好愛去遊樂場玩 有個四歲的小女生 被她媽媽帶過來看病 她主要抱怨是說她發燒了 那媽媽帶過來 結果我們一檢查 答案很清楚 很明白 馬上就看得到 嘴巴裡面有破洞 但是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總是要多檢查一些東西嘛 耳朵看一看 鼻孔看一看 嘴巴看一看 結果我看她右邊耳朵 沒事 可是左邊耳朵一看 我就稍微往後退了一下 因為你看到的是 預期之外的東西 好噁心喔 是什麼 就看到裡面就是 有一坨東西 然後好像那個 那個毛髮糾結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我們稍微躲一下 是因為以前的經驗 曾經遇過蟑螂啊 好噁喔 對 那個蜘蛛啊 或是螞蟻 所以我們看了一下 我們還會躲一下 是因為怕它忽然間動起來 所以我就用個燈 然後幫忙拉開 稍微用個小捏子 慢慢... 把它捏出來 一看到 一個小樹苗 為什麼 小小的種子喔 在耳朵裡面發芽了 綠豆嗎還是 綠豆 紅豆 塞進步 媽媽看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那是什麼東西啊 媽媽一看 兩個禮拜前 她去遊樂場玩那個 人家以前說沙池啊 球池啊 她那個玩那個叫 絕名紙 絕名紙的池 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有... 而且很受歡迎 為什麼 因為覺得吃了也不會怎麼樣啊 對 而且感覺它是中藥成分的東西 感覺對眼睛很好耶 對 但是還有那種 還有豌豆池啊 你知道嗎 非常好 還有豌豆池那一種 對 還有豌豆池喔 有豌豆池 其實以前玩沙子 很多爸爸媽媽嫌太髒啦 回到家說什麼衣服啊 什麼都是沙子 很難清 然後玩那個球池 小朋友也很高興 但是其實球池 還滿容易傳染一些 有的沒有的 那個絕名紙池 號稱它說 小朋友玩完以後起來 就是拍拍拍拍 對 好像全身就很乾淨 因為它大概像西瓜籽 那麼大的大小這樣 對 那個小女孩就是兩個禮拜前 去玩那個絕名紙池 然後全身拍拍 看起來好像都沒有東西了 結果 跑到耳朵裡面去 耳朵裡面你每天洗澡啊 洗頭總是會有一些水分 還有一些養分來幫忙它 結果它就在裡面發芽了 那其實如果它沒有那次的 腸病毒喔 再長得更 枝繁葉貌 搞不好我們都沒有發現 想說這小孩為什麼那麼小 耳朵的毛就那麼大 對啊 沒有 我覺得小孩 真的很愛亂塞東西 在身體的孔洞裡 我女兒很小的時候不會講話 然後有一陣子她就這樣 就一直好像呼吸很困難 然後我理所當然 帶她去看小兒科 然後醫生就照相說 沒有怎麼樣 喉嚨也沒有發炎 也沒有發燒 我說可是她一直感覺 呼吸不是很順暢 然後她就把她鼻孔整個拌開 它裡面居然有蠟筆 喔 說妳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塞蠟筆進去 她鼻孔那時候很小耶 塞蠟筆 對 所以媽媽一定要看著 就不知道她們什麼時候 就塞了什麼東西 她們什麼都能塞啊 花生一整顆的啊 比較慘的是算水銀電池的 因為我覺得 那很危險 就最怕那個機器人的手呢 機器人的手呢 太大隻了 嚇死了 對啊 小孩子 小時候喜歡玩沙 但是長大以後就 男生的話就喜歡戰爭遊戲 對 那我那時候 在醫院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很特別的 年輕人他是一個 三十幾歲的保全 就是長得很高大又很壯 然後他就是跟他們的朋友 一整群人 就約去野外打氣袋 打了上半場打完 好死不死 下半場開始 居然 可是因為這個費用也滿高 反正打氣袋 反正早上是晴天下午是 雨天也OK 他就繼續玩下去 更好玩 對 玩完以後 當然就是全身就是泥巴 什麼都是 衣服都濕透 鞋子也濕透 那他們後來結束了 因為鞋子都濕了嘛 所以就把鞋子就脫下來 襪子也脫下來 就腳稍微亮一下 就在那個野外這邊 稍微走一走 然後後來就去更衣室 更換衣服這樣 弄完以後就回家了 回家以後他就覺得 那天有點感冒 就要洗個熱水澡 結果他在洗熱水澡的時候 他就發現 結果他就看 他的腳起了一點 一點一點紅紅的小紅疹 除了刺痛還會有一點癢 那也不理他 通到第三第一天開始不對 那痛到很誇張 然後開始狂拉 一天大概可以拉二十到三十次 那他很壯啊 他就不看醫生啊 他說請假嘛 就不去做保全了 請假 他說在家就一整天不吃 可是我跟你講 他不吃飯他照拉 拉到第五天 他發現不對了 他馬桶裡面都是暗紅色 全部都是血 那他就嚇到了 那他就趕快來掛我們急診 那這種來急診 你二話不說 聽了就知道這個一定有事 一抽血一看 白血球正常的一萬到一萬一 他白血球到一萬六 然後他肚子 他那麼痛都拉血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感染了 或是腸子不知道怎麼 就收豬原這樣 那就給他打抗生素 然後一開始認為是 腸胃道感染很嚴重 就沒有用 打抗生素每天還是照樣 就拉二三十四 然後四十 什麼都沒用 要不然我們來做大腸鏡 胃鏡還是看一下好了 我坐進去 我也是 坐到一半 我們是因為有螢幕 所以我就不用倒退三步 螢幕裡面大腸是粉紅色的 它裡面有很多 一條一條的像那個 那個 烏拉魚那種東西 真的 然後那個東西會動 超級無敵噁心 大家天啊 這個應該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蟲 然後就拿那個 我們的那個夾子 就把蟲夾出來 就從長期拉出來 然後趕快 浮馬鈴趕快先把它泡死 然後我們因為是大學醫院 所以有寄生蟲科老師 就把他送去化驗了 結果 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要跟大家呼籲 台灣現在 台灣跟東南亞 都還是溝蟲的流行區 溝蟲在哪裡 就是在土壤裡面 其實很多露營區 它的草地 你覺得很漂亮對不對 我從來不讓我小孩 光腳在那邊 我說龜那一定要穿鞋 因為我受過這種病人 我自己都覺得很可怕 因為它會從你的這個土裡面 鑽進你腳底的皮膚 所以那時候他那天 回家他的腳被紅紅的點 那其實是被 那種我們叫做 就是在皮膚裡打通道 然後鑽到你的微血管 然後經過循環 進到肺部 然後咳嗽又吞到長血 就中了 但是不要過度恐慌 就穿個鞋子就好了 只是有時候就是 就是難免嘛 你會想要接觸大致 對啊 讓他 要接地氣啊 對 要接地氣 接地氣 對 所以我們的病人就是 也是運氣不太好 他就是年紀不大 年紀不大 就大概三十多歲而已 他就去爬山 結果爬完山之後 就開始隔了沒幾天 就開始發燒 那發燒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去山區 而且大概是幾年前 前一陣子登隔熱 幾年前在高雄 還滿嚴重的那一個年度 所以大家就說 這是疫區 非常有警覺 馬上給他做快速篩檢 馬上快速篩檢之後 確實是登隔熱 那大部分大家知道 以前有得過的人 才會發生後續的登隔 出血熱這個狀況 那可是在詢問他 他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病史 可是登隔出血熱這件事情 一直在腦海裡 會一直不去 因為身上整個 各個大小斑點非常多 所以還是抽血 可是那血紅素 男生大概是十三 他大概只剩下九左右 就開始變低了 那除了變低以外 因為當然一抽血感染嚴重 我們都會抽一些肝腎功能 肝功能的指數正常四十 他大概就兩百 正常大概五倍 所以肝有問題以外 腎也出了問題 正常分數至少六十分以上 他大概只剩下二十分 而且我們又多抽了一個 叫尿毒症的一個指標 尿素蛋的指標 一抽標準上線大概二十 所以就是嚴重的尿毒症的狀況 可是這個尿毒症 開始造成他意識不好 就像要洗腎的人 身體尿毒堆積 就會開始意識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昏迷 所以個案的意識 也是一天比一天越來越差 那這個東西 後來就仔細去研鎖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仔細去評估之後 它是一個特殊的 罕見的一個狀況 登隔熱的部分 比較不會引起這種 嚴重的溶血性尿毒症 大部分過去這個疾病 被講的是大腸桿菌 可是它偏偏的運氣沒那麼好 它自體免疫本來 就有一些疾病的問題 登隔熱一次感染之後 開始激發他身體的免疫力了 那免疫力開始 它本來有些免疫疾病的時候 它這種免疫力的對抗 跟選擇目標 就開始似乎沒那麼精準 像它免疫系統 打自己的紅血球 所以血球破了變溶血 免疫細胞攻擊了自己的腎臟 所以開始出現尿毒症的狀況 所以到最後後續 它就算出院 它最後這個個案是有順利出院 沒有在醫院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出院了 可是出院之後 它這輩子的腎臟功能 原本過去都沒問題 就只剩下二十分以下 那這是我們慢性腎臟病 第四期了 所以後續有什麼樣的一些事件 或是隨著老化 很容易就經營洗腎的階段 好嚴重喔 真的滿少見的 對啊 上山下來都是很危險的事 那有一位那個年輕女生 那 因為她說就是先生 他帶小孩就一起到海邊去玩水 然後就看到好像有魚 他們就很高興 想要去抓魚這樣 然後就說感覺到那個魚 好像從它那個大腿那次 這樣滑過去 然後有刺了一下 就一小下這樣不舒服這樣 那她覺得好像也沒怎麼樣 然後她就自己擦一擦 那個面素利達姆有沒有 擦一擦就繼續玩這樣 可是回家以後就覺得 那個局部開始有痛 那也有點點腫 她說的是一小點 可是看起來大概像 小指頭這樣整個紅紅的區塊 那我們就想說 先給她抗生素 那也給她打破傷風 就想說怕感染什麼的問題 結果大概 原本是跟她講說 一個禮拜再看看 結果大概三天的時候 她再來掛肌診 她說不行 那個整個大腿的內色 已經有點 所以我們就趕快收住院 就說那可能要用住院 打抗生素治療 大概再過了三四天以後 她的那個位置 已經延伸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尺骨上面 所以抗生素沒有 沒有用 但毛髮邊緣 我們就趕快找那個 整型外科醫師 還有感染科醫師 來一起來匯診 結果那時候 整型外科醫師一看 她就說 這個是所謂 那他們就也很熱心的 馬上幫我們收到 他們科裡面 那有沒有覺得 這個前面的治療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 追蹤這個病人 結果就第一次聽說 她是整個貨窗 就是把那個傷口 全部打開來 透氣這樣 大概在 青瘡 然後就是把傷口 要曝露在空氣 底下他們是這樣的做法 結果還是不行 又繼續往上 然後 第二次又青瘡說 聽說已經到了 肚臍上面 然後大概兩個月後 結果這個病人就 敗血症死掉 天啊 那麼嚴重 真的 再一次講的這種毛病 我們講的那個 壞人筋膜炎 其實那個筋膜是 裡面比較深的地方 因為那個肌肉外面 那一層就是筋膜 那你細菌在有吃到那一層的時候 通常就會一直散 往上爬 往上爬 好 那康座很難殺 你知道嗎 因為你筋膜包在裡面 它那個濃在裡面 它沒有辦法引流出來的時候 那個只是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常常筋膜炎 剛開始每次病人來都說 怎麼在你們醫院 越嚴重 因為剛開始可能只是這邊 我們劃開 那就隔兩天往上跑 又劃開 所以它變成那個刀狗 常常被劃得這樣 好大一盒 然後東一刀西一刀的 那其實有的醫生很客氣 就是劃一日筋膜炎 他劃 就是可能怕病人的 觀感不好 家族觀感不好 說你劃一個這麼大的洞 可能就會劃得比較小洞 其實我們反而建議 你就劃大一點 劃多洞一點 對病人其實反而就好 你劃得不夠 下次說 好像變嚴重的再來 病人未必有那個機會 對 他未必有那個機會 搞不好就 續續一跑出去你就完蛋了 對啊 現在聽完我覺得爸媽媽 也太難為了吧 又不能上山下海 不能採草坪 然後不是說要接近大自然嗎 我曾經有一個經驗是 連路邊的貓貓狗狗都不可以摸 可是有一次 我們媽媽們 我們會互相就是搭輪班 帶小孩子出去玩 因為他們有伴 我們就不用一個顧一個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媽媽就自告分手說 我今天帶這五個小朋友 去公園玩 然後他就一個看 一打五就對了 然後回來 我們是很感謝他 但是每一個小孩都睡不著 我女兒回來 他是先說媽媽好癢好癢 然後我就看說 會不會是蚊子叮的 就先插蚊子藥 就不對 我往 因為他穿裙子嘛 學校的裙子 然後我先下來看 他整個腿都是這樣 一包一包的就非常紅 然後非常大顆的那種 然後我就布滿了全腿 然後他說媽媽 他癢到枯 然後我就立刻帶他去皮膚科 他就看 他就說 我就說 這個會不會是跳蚤咬的 因為我也被咬過 我就覺得很像 然後醫生這樣 手電筒照一照看 他就說不是啦 媽媽跳蚤不會跳到大腿這邊 他說如果只有在這裡的話 那很有可能是 我說真的嗎 可是我看他養成這樣 不像是一般 他說可能是 接觸性過敏或什麼的 他說你再觀察一下 我就回家了 結果我女兒真的是養到 一直哭醒 然後我就整個晚上 就幫他冰敷什麼...的 結果半夜 我真的覺得他太可憐了 我都... 他看到這樣子 我自己也很難受 我就只好半夜兩三點 騷擾我認識的皮膚科醫生 我就拍他的腿 然後給那個認識的 皮膚科醫生看 然後他一看 他就立刻說 然後我就說 跳蚤 剛剛那個醫生問我 我說不是 我說如果沒有 就是有對症下 他就不會那麼難受了嘛 然後我就 就是叫我老公去買 他止迷藥的那種 有含淚固醇的藥膏 結果回來真的是 整腿這樣擦喔 然後加上冰敷 他才慢慢地睡去 我就傳給其他媽媽看 每一個小孩都中獎 然後那媽媽就說 對了 他們就是五個 就在那邊輪流摸他跟他玩 然後那個媽媽也覺得說 那也沒怎麼樣 那狗看起來很溫和 就每一個都超慘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擦淚固醇 擦了 我覺得有擦三天 我女兒才慢慢退去 所以現在連小動物也不能 真的 你下次去玩 就把那些藥帶著 把那狗擦一擦去 大家這都可以跟他玩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你聽得早養 他講的真的不誇張 真的很會哭 對 跟大家講完之後 我就突然想到 周星馳原來是對的 他講一些名言 好像沒有一定要安全 不過講的是一些 那少數的案例 地球很危險 請大家注意 我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 是一個學齡前的小朋友 這個到媽媽帶他去公園去玩 然後當我公園玩 大家就遊樂時是從這個蕩鞦 就不小心摔下來了 摔下來就是 剛我們到公園摔下來 蕩鞦下面是沙坑 沙坑 就沙子就把腳 大概在腳跟腳踝 小腿裡面就皮 很淺的一層磨破了 磨破媽媽開小朋友受傷 也不是第一次 回去就幫他稍微清潔一下 清潔一下之後 把它敷一些這個敷料 可是到晚上 小朋友雖然描述不很清楚 不過他還是會講痛 學齡前會講痛 講痛 就一直跟媽媽講說 腳痛... 說痛 好像當舊先摔下來 可能會有骨折 就拍個X光片 X光片看起來骨頭沒有怎麼樣 媽媽就 醫生大概就餵叫了一下 說回去要 擦藥 吃點藥 然後上口繼續觀察 小朋友回去了之後 隔天又來了 小朋友除了講腳痛之後 再來就看起來 上口就紅腫了 是滿快的 滿快的 所以醫生看了之後 奇怪說 就算是蜂貨性組織炎 通常也很少二十四小時內 就會表現出來 如果小朋友一直講痛 看起來紅腫就是明顯 好吧 那就收住院打抗生素好了 小朋友收住院之後 抗生素打下去 小朋友就症狀就是 一路 紅腫就是變壞... 小朋友就開始患 傳染照X光片就發現 奇怪 肺部有一些肺炎的變化 所以小朋友就被 轉家戶病房去了 那小朋友很不幸 到家戶病房之後 他的病發症就一個一個出現 不僅肺炎 到後來血壓不穩定 就會認為 那小朋友就被插管 在家戶病房就治療一段時間 那後來這個小朋友 血液報告 我們知道如果是菌血症 我們就要抽做血液培養 血液報告出來之後 它長一個 長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菌 就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我們知道這個是個環境菌 環境上 我們的人體正常皮膚上 都有可能都有這種菌 可是很不幸 它是個多重抗藥性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個大概就知道 萬古沒數 最後一回就把他打下去了 那小朋友打了夢火沒數之後 情況很不好 那敗血症 然後在家戶病房 撐了很長一段時間 後來他家戶就走掉了 這個家屬就很難去接受 對啊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這個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什麼 它是在公園受傷 基本上它也 我們知道 醫院裡面 曾經有人做過一些研究 就在醫院的環境裡面 我們去採樣 我們知道這個菌是環境菌 在醫院裡面各處 譬如家戶病房 這個桌子採一採 什麼呼吸器採一採 醫院的什麼外面走道採一採 醫院環境採樣 一採樣就培養菌 基本上這個菌 被培養出來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 可是在醫院裡面 金黃色葡萄球菌 有抗藥性的比例 最高的報導 曾經有達過百分之四 我想黃醫師感染哥 這個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大家講說 在醫院 你不要隨便 小朋友 老人家 你沒有這樣 該得的也都得 該得的都得 誰跟你消除那麼久 完全多久 你不要隨便到醫院 你為什麼 因為醫院的環境 確實在那種 那種環境下 菌也會被培養得有抗藥性 你去醫院裡面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醫院就是 細菌的練功法 就好像 我們人要 細菌要練武功就去醫院 其實這個病人 它就有點慘 不過它最後還好 運氣還不錯 它在找我的頭 它是兩邊有骨癩 可不可以給它一點藥差 我說這是骨癩 我以前看了一些 黴菌藥膏 但是我想說 可是已經有點紅了 我說也給你自己的抗藥性 我想的也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所以就給它吃 盤泥心內的抗藥性 我說你沒有過敏的話 就吃 一個禮拜回來 本來那個紅的地方 只有五成五 加快變成七成八 然後整個就這樣 散開 我就問他你有沒有發燒 他說好像有 而且精神不大 我說他住院 我說有可能是 吃得不夠力 吃得不夠力 那可能要用打的 住院好了 病人不打還好 一打之後隔兩天 那個血壓開始有點掉 那你知道嗎 細菌培養 它兩三年會出來 就第四天好 再細菌培養出來 對那個盤泥心內 會有抗藥性的 我們通常叫做NRSA NRSA SA就是那個金黃色葡萄球菌 然後NR就是對某個藥 有抗藥性 resist的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 我們想說 頂多就是這個 我們以為頂多就是這個 雖然出來 金黃色葡萄球菌 可是我們還不知道 它對什麼有抗藥性 我說那我既然已經打了 這麼好的抗藥素 它如果還在發燥的話 我就馬上打起來 就是剛剛講的腕骨霉素 因為我們針對這個菌 最後一線就是腕骨霉素 就會出來 它叫做 它連腕骨霉素 我們腕骨霉素叫V開頭的 我們叫V 它連腕骨霉素都有抗藥性 等於它對我們現在 所有的抗藥素全抗 全抗 對 超級 有點像X超級細菌 最後我們就跟它打 加倍了腕骨霉素 只能把劑量加大 好在後來他有被我們打回來 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們才知道 他爸爸前一陣子 在那個醫院裡面住院 不是在我們醫院 他爸爸被人家隔離 因為他爸爸肺炎 然後你知道嗎 可是他爸爸其實雖然被隔離 可是你知道很多時候隔離 雖然有這種菌 可是他其實症狀沒有很嚴重 他爸爸就是那一種 他還可以自己去上熱手 幹嘛這樣 他去照顧他爸爸 他那時候有骨險 他有抓有一些傷口 他可能是在坐馬桶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菌已經在那邊 馬桶就在周圍 可是他坐下去的時候 那個菌就直接有三口就直接進去了 所以他才變成一個 這樣超級的細菌 所以他說如果你今天 真的是要去醫院的話 你那個其他地方 你要坐在那邊馬桶 你一定要先用酒精什麼什麼 都噴一噴 一定要小心 醫院真的不要隨便去 那真的是一個那個 細菌的那個練功房 就在醫院裡面 你知道 平常在外面感染都還好 在醫院裡面感染 很多 所以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嚇死了 真的 那學老師有一次他是怎麼樣呢 上次我們的調查局有問了一下 就是那個咳嗽CP 就醫師說 沒什麼 然後現在我們要調查一個新的 就是一條領帶 可以救心肌梗塞 國外盛行的缺血適應法 有沒有 素心姐 而且他們說 國外流行這個方法 已經三十年了 這麼久 他說當你發生心肌梗塞的 症狀的時候 只需要一條領帶 就把它綁 緊緊的綁在你的手背上 緊到怎麼樣 緊到那一隻綁的手背上 摸不到脈搏的 這麼緊 也太緊了吧 對 你還摸到這麼緊的情況下 維持五分鐘 你身體會產生一些 缺血的適應 缺血適應症呢 你會釋放出某些物質 據說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放開這些物質 到達你的心臟 就會幫助修復 修復之後呢 就可以緩解你的心肌梗塞的症狀 這是真的嗎 這種急救法 已經在三十年前又有了 如果三十年前沒有練主流 就代表它 沒有效 確實在很多的動物實驗上 就身體 我們知道 身體本身 它是有一些修復的能力的 所以當你在缺血的時候 細胞確實有時候 它會在動物實驗上 它會釋放一些物質 那這個物質 好像對你的組織修復有效 但是就我們實際面看 我們知道心肌梗塞的時候 心臟血管被塞住了 身體需要的養分 血液因為不通 它沒辦法攻擊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再去加上一個 非常非常緊的一個 缺血的一個傷害 疼痛 心跳會增加 心跳增加 它會需要更多的血液的需求 那這種情況只會快 短時間裡面只會快速的 讓一個心臟細胞死亡的更快 沒有任何一個實驗 告訴我說壓力綁多大 時間綁多久 所以這個東西在某一些文獻 當然查得到 經過這麼多年 全世界沒有一個 專科的醫學會 急救醫學會 心臟醫學會 重症醫學會 包括我們衛福部 去年在已經很鄭重的生命 這是一個透的急救方式 了解 所以這是假新聞 假新聞 吳湯 對 徐老師有一次它是怎麼樣呢 看我們台灣很危險 它出國去好了 它去幹嘛 去肯亞看那個動物大前世 你知道嗎 那去到那邊 一開始想說 真的很難得一見那種非常 非常震撼的畫面 結果它那一次 也就是在觀賞動物的時候 在某個河邊 不小心就被一個蟲咬 蟲咬了之後 本來心裡面也覺得 蟲咬了能怎樣呢 它就長了水泡 長了水泡之後 就想說完蛋了 長水泡 會不會就是一個 什麼樣的蟲呢 所以就去了當地的一家 小小的那種醫院吧 然後就去做緊急處理 緊急處理很奇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地的醫師做了一個 很怪的處理 據說他就用了一個 什麼刀片還什麼 幫他把那個水泡化開 然後反正想說應該沒事 可是那個傷口就一直沒好 就越來越那個 然後就忍到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那個傷口 還是美好喔 而且到時候那個 整個都已經紅腫了 然後連站了之後 就覺得很疼痛了 後來就想說已經回台灣 那給台灣的醫生看一看好了 結果台灣醫生一看就說 他想說這 因為咬成這個樣子 這麼嚴重的傷口都不會密合 下面整個都紅疹 後來醫生就說沒有 你這個呢 應該不是那隻蟲子的錯 因為他覺得他那個也是一個 蜂窩性組織炎 看起來應該跟蟲子沒關係 而是當時那個醫生 那個 挖開那個刀 他說可能還好沒事 對 可能沒有做好 無菌或什麼的時候 反而造成那個地方的感染 所以是那個處置之後呢 造成他的傷口的 深部的感染 所以他後來 他那時候真的有一陣時間 他主持都要坐著主持 因為那個傷口持續 就是一直在那邊 幾乎都不收口 所以是治療好一段時間 那個傷口才好起來 所以這告訴我們 醫院真的是最可怕 醫院是在遠處的一個 不知名的小診所 可能使你更嚴重 所以講了這麼多 我也想請陳醫師講一下 所以像我們帶孩子出去 有這麼多的地壘 這麼多危險的地方 該怎麼樣去 在快樂 玩樂 跟安全當中有一個平衡呢 我們的皮膚是保障身體 外界細菌病毒進來的 一個很好的屏障 對 所以當孩子沒有受傷的時候 盡量減少受傷的機會 但是有受傷的時候 傷口照顧要好好的照顧 但是我都會提醒 大一點的孩子 養成習慣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手少接觸 自己的眼睛 鼻子 嘴巴 因為細菌病毒 它不會直接從皮膚鑽進去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 手剛好有細菌病毒 然後你剛好又摸 你的眼睛 鼻子 嘴巴 這些孔洞剛好是 比較容易進去身體 讓造成身體感染發炎的機會 所以維持表皮的黏膜完整性 再加上少接觸這些地方 其實有很大的幫忙 不要接觸這些地方 就是要了解 我要給各位建議是 其實就是細菌是無所不在的 有時候難免它會進入你的身體 造成一些病症 我要講的是 什麼事情就治療 都有它的 我們所謂的時效性 對 當然不是說 要你草木皆兵 怎麼樣一個拉個肚子 就趕快送急診 送什麼 但是只要你覺得 你做了適當的處置 你的情況是往壞的走 你就不要遲疑了 你就趕快到醫院來 因為有時候這種細菌的感染 你如果慢一點來 你已經變聚覺症的時候 我們就算給你最正確的治療 也不一定可以挽回你的生命 不要忘記了 所以有任何的問題 我想找你最信任的家庭醫師 他會給你最好的治癒 對 雖然地球是危險 但是我覺得也不要陰夜臉 因為剛剛聽完本來想說 那不要帶小朋友去山上 不要帶小朋友去海邊 其實就像黃醫師講的 安全跟玩樂之間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平衡的地方 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像我媽媽 我下班再工作 說大家掰掰 小朋友都很喜歡一些 發出聲音的一些玩具 那像有些玩具音樂 或者是有些伴小朋友 睡眠的那些可以拉 然後那些音樂 那個如果跟小朋友 這樣子相處很久 然後或者是小朋友聽很久 然後會被影響到小朋友的聽力 我們先講音量的部分 有些玩具的音量真的是超標 像美國加州大學 那個Earvine 就是這個UC Earvine 他們就有一個研究人員發現 一個很多的玩具 它發出的音量 甚至可以高達100分倍 太高了吧 就是那個唱大哥的時候 可能會跟除草機 那個電鋸是一樣的聲音的音量 那一般我們耳朵會受到傷害的話 可能是要大概90分倍以上 然後8小時 你的聽力才會受到影響 所以在那8小時 剛才不用8小時了 大概10分鐘那個寶寶就會哭 瘋了 對 那他受不了了 除非你真的是忽視 不然你不太可能讓一個玩具 用90分倍的音量 在你孩子耳朵裡面8小時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基本上孩子的耳朵是沒有問題的 那也不是說不能玩 就是至少在小孩要睡覺 或你自己快睡覺的時候 記得玩具要離你的小孩 稍微一段距離 大概一兩公尺的地方 這樣子音量才不會很直接的 跑到我們的耳朵裡面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